明星能有多商标 对待不同的姐姐 王俊凯的态度截然不同 面对杨子时毫不留情 你这样就很丑暴了 你这样差不多 差不多 我的人 卡死了 卡死了 在杨子任务失败时 那更是伤口洒言 你不要把我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你不要在我们做什么 那边有蛮你可以出去 到了秦海陆的面前 小嘴上就像抹了蜜一样 不化妆是天生玉智 后来就让那个是神仙下凡了呢 哎呦我的天呐 这个答案我太满意了 哎我以后一定要写着点 你看我那个都不行 任文对待张绍海 无条件信任 可是面对精进时 你跟张内生在一起干嘛 你干嘛看到我就笑出来啊 你看到人家很深情 你好你不尊重啊 郭德纲在跨越雲皇时 你这个稍微难了一点 啊真的 他们都说我长得比较丑 你不是一般的丑 我想象你的祖先那个鸡 你祖先一定是 长得像烤白鼠一样啊 转身又夸郭麒麟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对对对对对 林峰 风流替堂 太 好的都不能再好了啊 新孩子好可爱 意外相传的郭麒麟 更是深得正传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 可拿孟子艺和周叶一对比 差距瞬间就出来了 我吃了这样子 紫艺一炒其实还挺好 可以 那我呢 你跟他比